哈嘍大家好我是阿炮 今天阿炮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賽馬的活動 阿炮發現這個非常的重要 但是卻有很多人不知道 主要就是我們活動中心裡面 像招財禁堡這種7日的活動 在這個活動每7天 你只要有爭取到不錯的排名 就可以獲得到非常多的獎勵 那在接下來的影片 阿炮就會分享這些衝綁的小技巧 平民也是很有機會可以拿到第一名的獎勵 好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不妨先幫阿炮點一個讚 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阿炮最新資訊 好我們廢話不多說 正片開始 Let's go 首先呢我們先一樣到活動中心 然後招財禁堡 這邊會有寫剩餘的時間 每一次的活動都持續7天 你可以看一下你們伺服系的排行榜 像目前阿炮是在60名 就可以稍微的去點一下 點個10次 看一下我們現在排名可以來到46 那我多花這一個10次的點金是200元 那我就可以從原本是101名的這邊 欸不對原本是這邊然後變到這邊 我就可以多領到一個神龍奪寶券 那一個神龍奪寶券的價值呢大概是3到500元 那我們就可以再來看一下要到下一個排名呢就是要到20名以內了就可以再多拿到一個神龍奪寶券跟50的元寶就可以來看一下你們伺服系的排名值不值得 進到前20名呢點金是要到106 大概要點40次 所以是800元寶欸 好那這邊呢阿炮就覺得CP值不是很高了 但是有時候喔 那個時期還真的會有人 就是都沒什麼競爭的人 那時候你就可以去點高了 主要就是要去觀察一下 那現在阿炮就覺得說 停留在50名以內CP值是最高的 再來這個活動呢每七天會做一個倫替 像阿炮這一次的活動是點金 下一次呢就是絞匪了 那絞匪要注意什麼呢 當我們剩餘時間剩下一天的時候 或者說剩下不到一天的時候 你就要來囤絞匪的這個積分 把它囤好不要用掉 就一直存著 然後這下面的經驗條啊 你也把它存滿存到十幾個小時 然後等到 隔天一更新變成絞匪的時候呢 你就有比別人多的資源去絞匪 很有機會可以拿到第一名 再來這個絞匪積分呢 他越稀有的分數就會越多 也就是說傳說的話 他給的積分是最多 再來就是史詩 再來就是稀有 但我覺得呢不用特別去刷 我們有稀有以上的就接 畢竟我們前一天已經先把這個掛機存好了 剿匪積分也存好了 基本上這個資源就會比別人多 那我們只要進人士 聽天命 通常到最後啊 都能拿到前三名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前三名的資源 前三名第一名可以領到兩個紫色龍魂 還有1000的元寶跟10個神龍奪寶券 第二名也是相當不錯 有8個神龍奪寶券 還有800元寶跟一個紫色的龍魂 第三名也是不差 也是有這個 7個神龍奪寶券 500元寶跟一個紫色的龍魂 最主要就是前三名 除了在前一天 我們要把功課做好 把掛機經驗條存滿 把剿匪積分也存滿之外呢 在最後一天的時候 你一定也要去把這快速作戰跟剿匪積分 用得乾乾淨淨的 這樣你才會有比較高的機會 可以拿到比較前面的名次 那目前呢我們已經講完點睛榜 還有剿匪榜 再來下一個呢 就是 過關斬將的榜了 這一個呢 是人人 都有機會拚第一的活動 最主要就是不要灌水你的戰力 盡量每一次呢都能把過關斬將打滿 戰力灌水的意思就是呢 系統 每一天會取6隻最高戰力 來當作你過關斬將的對手 像阿炮目前是主練5隻 但是我這邊還多了一個神趙雲 他也會把他算進去 那我阿炮這邊就不會給他穿裝備 也不會給他穿龍魂 不然你等一下穿上去呢 哇你的戰力又多了6萬多 5萬6萬 就會差很多 你的對手可能就會比你強 像阿炮目前如果過關斬將要比較好打的話 就是把神趙雲給吃掉 這樣呢 他就不會多灌水了這40萬的戰力 這樣反而 可能就會讓你的過關斬將 過不了 這邊還有一個小技巧就是 你要靠自己的實力把前面的這些關卡 推到這裡 至少要推到這裡 然後最後三關呢 都用好友助陣的方式去推 還有一個地方要注意呢 就是等到活動到第7天 就是最後一天的時候呢 你要盡快的 去第1個把他推完 那同分的話呢 你就會在第1名了 像這個阿炮上次就拿到第1名了 領的爽爽的 我記得我還有PO文 那我的小號呢是拿到第2名 就因為太貪了 那時候想說 想要聘第1名我就沒有等 等這個援軍 沒有等好友的助陣 我就去刷 結果在最後一關翻車 所以這個可以給大家借鏡一下 有時候還是要 等好友的助陣 而過關綁之後呢 就是快速作戰綁 只要你有買這個 快速作戰禮包 你就有機會可以拼第1 那就是把每天的快速作戰都掃滿 關鍵呢 就是在第6天 你要來把這個絞匪的積分用完 然後等到一過12點的時候呢 就快一點 把這個快速作戰給掃滿 先掃完的人 就可以拿到第1名 建議呢平常有時間的時候 就要來練一下 快速的把這個全部的 快速作戰給掃完 在過程中呢 可能會有爆積分的問題 那就直接讓他爆 不要想說不要浪費還去解這個絞匪的任務 那你就可能會比別人慢 阿炮沒記錯的話 大概會爆個2次到3次 就直接讓他爆就好 快速作戰綁完之後呢 就會來到關鍍吧 阿炮的小號剛好就在關鍍綁在邊 那這邊也是有一些注意的事情 以目前阿炮的排名是來到了19名 這個你只要越推的越高 你的排名就會越來越前面 他是以這個乘數去看排名的 但是啊這個就量力而為 你不要說為了拼這個綁然後爬到太高 結果變成說你之後的關鍍都推不完 推不完的意思呢就指說 每次關鍍阿 感謝訂閱 每次推關鍍的時候都會有個任務 要擊殺30個守衛 你可能會因為你為了爭這個排行榜 然後一次推到太高 已經超過你的能力所及了 感謝訂閱 那你就會變成說 以後推不完了那就尷尬了 所以這個要量力而為 而且這邊有個陷阱 就是每當這關鍍綁出來之後呢 會有一個攻擊提升10% 所以在這個綁出來的時候會特別的好推 那如果你是玩極限神兆的朋友 就賺到了 因為極限神兆算是推這個關鍍之戰最好推的武將 你就蠻有機會可以拿到比較好的獎勵 最後呢阿炮來幫大家總結一下這一個活動的順序 第一個是點睛 再來是剿匪 第三個是過關斬將 第四個是快速作戰 第五個是關鍍之戰 之後呢就會再繼續輪回到點睛榜 以此類推 大家可以先拿一個筆啊或者是拿在這個手機裡面 把它記錄起來 那這些榜裡面呢 我們平民最容易可以爭取到的 就是交飛榜 還有過關斬將 再來就是快速作戰 這三個榜我們一定要盡量的 去把它把握起來 好那阿炮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希望對你們會有幫助 如果有其他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版提問 感謝各位收看我是阿炮我們 下期再見 掰掰 有一點點 下期再見 請 這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